好,大家好,我们是赞助组的Kevin 我是Jojo 对,然后再来我们会有一个带大家逛赞助商摊位的活动 然后大家如果还没有follow我的话 可以来点一下现在举手的那个Kevin follow me,排抗TW,Kevin的那个follow我 等一下就会带大家绕一下 从space A开始逛到space B这样子 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在逛赞助商的摊位的时候 大家为了让气氛热热一点 或者是让场面欢乐一点 大家可以试着按一下键盘的F 然后就可以有洒花的功能 对,就会往你现在朝着的方向洒花 然后如果你按数字的1到6的话 也会有不同的表情符号跑出来 对,可能会有爱心或庆祝或挥手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如果按Z的话也可以跳舞这样子 待会到赞助商的摊位 如果你很喜欢他们分享的内容 欢迎尽量的撒花或是按爱心 那如果你对现场就是一些资讯有疑问的话 按5的时候也会跳出一个问号 那可以,就如果你比较害羞 不想要在直播的现场直接发言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emoji跟大家互动 但是我们更欢迎的就是你直接打开麦克风 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聊天讨论的活动 没错,如果对赞助商或者他们的人员有任何好奇 或想讨论的事情都可以现场直接互动 这样子,对,开视讯镜头也是欢迎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现场的人好像聚集的差不多了 让我稍微调整一下视窗的画面 那我们应该会在一分钟内要准备出发啰 中期中再跟进一段视频 大家知道什么职业的人 很常会拉赞助吗 其实是警察哦 因为警察遇到坏人的时候 都会说给我赞助 好 没事 这是一个小小的小号 好 请再稍微等待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咯 好 走吧 好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follow我们的话 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右键 然后按一下follow 那首先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国泰金控 嗨 国泰现在有伙伴在摊位上吗 哇 被进攻了 你们是今天的第一站 大家好 那你们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啊 好啊 大家好 我是国泰金控的Eddie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国泰的摊位 那我们的摊位今天有哪些活动跟优惠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待会 11点5分到11点15的时候 我们会有邀请 举办一个专家的短讲 短讲的内容 主题是智能商选平台 那去谈论我们怎么用科技 包含数据中台 爬虫技术 然后Merset Learning 空间预算等 这些技术然后去驱动我们产品的业务 那在短讲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QA 那打对的人就有一个蛮不错的小赠品 那赠品是什么 晚一点我再跟大家讲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两个优惠 那第一个是待会大家可以到左下角 那个赛衣杆那边 那个是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Facebook社群 叫无限大实验室 那这个社群最主要是做技术交流 那上面也会有一些国态优先抢先发布的职确在上面 那大家都可以加入 加入以后会有我们Uber Eats的50元折价券 那这个好康大家不要错过 那在我们摊位的右下角 那个藏宝箱那边可以填写我们这次的问卷 一样填写完以后也会有Uber Eats50元的折价券 那今天大家中午吃饭可能就不用担心 就可以直接折扣100元 只是现在不知道外面风雨如何啊 所以叫Uber Eats表会叫不叫得到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以及优惠 那也再次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谈位 那11点5分期 期待可以再次看到大家 那我们就待会见 好那国泰最近有什么在热烈招生的职缺想要分享的吗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有很多呢 不只在 其实大家可以到国泰人才招募中心 就是打这个关键字 上面就会有我们各式各类的职缺 那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在台中有一个国泰开发中心 那他也最主要他是以做一个技术的输出中心 会把当中有一些不管前中后台的开发 那以及云端的人才 我们把这个技术输出海外 那也同时跟大家预告 我们在高雄接下来也会有一个国泰开发中心 那他会是以云端开发为主的一个中心 那也请大家尽其期待 那相关的职缺其实都可以在我刚刚提到的国泰人才招募中心上面找得到 好谢谢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国泰接下来会有一些职缺是以高雄为基地的吗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北中南都会有基地 那高雄这个基地目前还在成立当中 那但也先跟大家预告就是 他的地点可能会在高雄的亚湾区 所以如果是南部的大大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对啊 因为其实我有遇到很多的工程师朋友 然后很多人都是北漂的状态 然后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无法回到家乡工作 那好像国泰经这里有一点机会哦 对啊 这样之后南部的朋友们就有更多有趣的机会可以申请这样子 我们有把那个连结 就是直缺的那个网站连结贴在我们的那个对话框里面 chatbox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边去search 好的 好的 感谢国泰 好谢谢国泰 那大家记得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11点5分也可以来国泰的摊位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摊位 好 再来我们到的是永峰金 哈喽 嗨 永峰有伙伴在摊位上吗 哈喽 有的有的 嗨嗨 嗨嗨大家好 哈喽 哈喽 阿森的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呃有有有 好 那大家好 我是那个永峰金证券的William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永峰金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永峰金的话目前来说啊 是量化在市场上 台湾市场上量化交易第一名的一个券商 那我们近期啊有开出一些量化交易研究员的一些职缺哦 那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呃这些职缺内容啊是在做什么或者是呃我们量化交易交易究竟是在研究什么的话那你可以呃点击右下角那棵树然后对他按x就可以看更多我们职缺的内容 那再来的话就是呃我们最近呃我们给那个我们给一个派抗我们给这边派抗的所有的使用者啊就是我们有给一个开户的一个优惠那就是如果你来我你透过我们这个呃下方小黑板这边有一个开户的连结如果你透过这个连结开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给予一个派抗特别的一个优惠就是你如果开户的话我们会给予非常优惠的一个折扣数 那就欢迎大家透过这个连结来做一个开户那再来就是我们永风金啊主打的就是今年派抗年会上主打的一项产品是呃我们的派粉API那叫徐阿局那徐阿局的话他其实是市场上就台湾的市场上最好用然后交易度最大的一个派粉API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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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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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啊 你可以点击 已经被挡到了 在那个永风筋下面 有一棵小树 连棚 这棵小树这边 会有我们的一个介绍影片 那欢迎大家 多多使用我们家的API 好 欢迎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有问题的朋友 欢迎 随时提问 或者是 参与讨论 我想先问 就是现在参与我们 这一个绕境活动的 这些followers 就是如果你是有 有进入就是投资 有意投资方面的话 要不要帮我们 给我们一些emoji吧 帮我们举个手 或按个爱心之类的 对 我印象中是有些人 还在船上啦 所以特别的问了一下 看起来是有一些 也许你需要一些 更厉害的交易的对策 没错 所以可以来了解一下 永丰金证券这里 对 的这个资讯 对 好 好 那如果有 那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我看到直接中有 AI数据研究员 那他大概在做什么 我们的AI数据研究员 主要就是用一些量化的方法 像是机器学习的模型 然后人工智慧的一些方法 然后甚至那个文字探勘 然后来去撰写一些发展一些交易的策略 那这些策略的话 我们是首先就是帮客户来做一个回测 就是我们这些机器学习的模型 到底可不可以适用在市场上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会来 就是这个职缺啊 人工智慧的数据研究员 就会发布这个策略 给我们的永丰头部的一个会员 来做一个使用 就是他可以直接拿这个策略 来在市场上直接的交易 因为这都是经过我们认证 然后可以在市场上存活的一个策略 听起来对于本来就有在接触机器学习 然后又有在做投资交易的人来说 是个很有趣又有挑战性的职位 嗯对没错 好那现在还有其他想要分享的吗 我们现在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短暂的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Python API 好 好诶 这是一个live demo 好 诶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了吗 有 有有有 有了 好 这个是我们家的Python API 那它的名字叫做12G 那我们Python API的话 主要有三 有几个重要的功能 像是即时的报价 snapshot 然后scanner 还有history data 目前台湾也是唯一的券商有做出来的 然后再来是下单的部分 下单的话我们的我们的API啊 它其实支援了股票下单 然后选择权的下单 还有期货的下单 那其实是相当完备的 那不像是以其他券商的状况来说的话 股票会是一个API 那期货会是另一个API 那其实这两个API是一个两项独立的产品 是分开的 那其实这样对使用交易的人来说就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通常你要用 你会下股票的同时 你可能会要用期货来做避嫌 那如果说它是两项不同的产品 那你就必须要开发两个策略 来做一个没整合的动作 这样的话对使用者来说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永风金的话是 你在同一个API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说下股票证券甚至期货 那你就不需要再使用其他的产品了 了解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就欢迎留下你的私人讯息 我们可以教导你们怎么使用我们家的Python API 甚至一些我们家的一些服务 好非常谢谢永风金证券这边的分享 然后我其实因为永风金证券去年 就开始跟Python的团队合作 那我们去年就有注意到他们这个 很厉害的这个服务 那当时他的贴文一出来 也是有很多人回应 然后就是说这个服务是还蛮新颖的 蛮有趣的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待会可以再回到永风金的摊位 然后了解更多 那我们这边要出发去下一个摊位咯 好大家请再继续跟着我们 谢谢 好再来我们下一站来到的是KK Company 好我们又来找你们聊天啦 欢迎欢迎 好那可以请KK的伙伴们 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最近的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职缺吗 我们这边的话想说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家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开始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家旗下的一些品牌 对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之前的名字是叫KK Boss Group 那不过因为后就是在大概一年前左右 因为我们有做一个更名的动作 那目前的话我们集团的名称是叫KK Company 那KK Company下面的话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品牌 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是像是KK TV 然后KK Box 这几个 然后下面三个的话想说也可以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像KK String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合作模式 有点像一个B2B2C的合作模式 那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的这样影音串流的这个技术 去给日本那边的客户 像是电信宽屏商去做使用 那我们会帮他们打造一个像是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这样子的一个串流平台 让他们可以提供给他们的End User去做订阅的一个动作 那KK Farm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音乐相关的内容新创加速器 那它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品牌它主要就是会协助素人 就是去打造就是像是素人 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的艺人 那这中间就会包含了像是艺人经纪 然后也会包含像是活动 然后promotion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方向 那以这个品牌最经典的代表人物的话 会是像是吴卓源 对 然后以及像是高尔萱 然后Kimberly也都是这个品牌旗下的艺人 那KK Live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线上的直播 就是直播平台 然后它就是可以support像是音乐啊 然后艺文展演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活动 在下面就是进行发行 那大家对于这个品牌 比较可能印象深刻的地方 会是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购票的系统是KK Tix 那KK Tix也是其中一个KK Live下面的产品 然后看起来KK COMPANY直接把所有影音和娱乐的方面都全部包下来了 对 真的是非常多元 对没错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另外一个我们家比较特别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 请说 一下下 没问题 好 以我们家来说的话 稍等我一下 这个会不会大家接近中午时间肚子会有点饿 还好还好 对我们家有非常浮夸的下午茶文化 有有有有 我有听说这件事情 这么高级的吗 但是刚刚所有就是有提到的各种服务 然后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团队都会享有这一个吗 没错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没错 没错 就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会直接请摊位到我们的办公室来 然后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蛮不错的 嗯 往下滑 片鸭 烤鸭 哇塞 这是午餐时间吗 直接在这边现场就会有师傅在那边切鸭 就切那个片鸭 然后大家就是会可以领取这样子 然后对这个是算是还蛮我们家蛮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嗯 一个肤定 对 然后我们家的就是下午茶也有很多元性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像是像是泡芙啊 豆花啊等等的这一些 然后我们甚至还有许愿池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自己有想要吃什么样的下午茶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的就是跟我们的额铭那边去就许愿 那他们就会尽量帮我们实现这样子 太棒了 听起来进去之后要考虑体重有没有上次 对 我也在想一样的事情 幸福的烦恼 还是说你们也有提供 这个也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们内部也会举办像是减脂比赛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吃的开心也就是我们也会顾及大家的健康这样子 先吃饱才有力气减肥 然后Fanny这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例如像我们家尾牙的部分 哦好好我也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尾牙就是活动也非常的特别 就是我们因为毕竟就是跟音乐产业比较接近 然后我们有个很特别的是就是会猜歌猜歌的比赛 就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员工很厉害是那种就是音乐下就是第一个音 然后就是就一堆人可以抢搭 然后现在已经进阶到最厉害是盲猜 就是因为我们会有那个年度的就是歌曲的盲猜 所以就是连音乐都没有我们都可以猜得到 哦 可以吧 你可能员工现在厉害了 通灵大赛 原来如此 还厉害 都很好玩 那你们应该也是可以就是预测金曲奖得主的这一种 所以下次我们可以把它improve到就是尾牙的活动里面 对 音乐也是非常有趣 原来如此 好的 感谢KK Company跟我们的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餐位上也有我们的就是KK Stream这边的CTO Jake 那大家如果就是对于就是比如说KK Stream使用的一些 比如说Skill Set啊 或是对于就是我们这边公司的一些工作氛围流程或文化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就是欢迎跟他互动这样子 好哦 最后30秒我就结尾 大家好 我是Drake KK Stream的技术长 那我到目前为止都是PICOM台湾的志工 我应该参加四届十一届 我其中有两届一届是赞助组组长 有一届是副主席 我很喜欢PICOM 然后感谢大家来自我们这个摊位 然后我做了工作说技术跟沟通以外 我有花很多力气特别喜欢跟大家聊面试 不管你是要加入我们公司或者你想要学习什么面试你想要怎么举例 我也常常会去跟学生聊面试 所以除了想要认识KK Company KK Stream 如果你也觉得聊聊职场面试怎么准备 怎么把自己可以包装的很nice 怎么让你的优点被看到 也可以来找我们 谢谢大家 哇听起来很棒 欢迎不管是对KK有兴趣 或者是对面试有兴趣的人 之后都来找Drake聊聊 对就是我也是 大概这两天才透过大会 然后跟Drake相认 因为其实就是我之后还有另外一场就是跟学生们分享就是进入职场的各种Petball的一个活动 那Drake其实就是里面其中一位讲者 然后我那天遇到在KK Company这里 然后遇到Drake就说 你是那一个Drake吗 就是那一个Drake 就是这一个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KK Company的摊位上绕一绕 然后获取更多的资讯 不论是关于这个公司的或是进入职场的或是未来还要怎么样发展 都可以就是来这边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感谢KK Company跟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要进行到下一个摊位咯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请再跟紧我们的脚步 好的 我们下一个摊位是哪里呢 我们来到了美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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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光也是今年的白金赞助商之一哦 哈喽 美光的伙伴有在摊位上吗 哈喽 大家好 嗨 哈喽 大家好 嗨 嗨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直播的拜访活动 没错 那我们想要就是也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美光 我可以开始了吗 还是要还有一些人还没还在陆续到其中 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会就是跟上 然后直播的观众也是 呃 就是跟我们同步的在观看 对 哦 好好好 那我方便share一下我的画面 可以可以 好 有看到我的画面的话再让我知道 ok 好 这样有吗 有 好 非常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来到美光的摊位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美光的HR 我叫Maria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也有我们的就是智慧制造团队的主管 Ernest他也有在摊位上 所以如果各位在待会的分享过程当中 或者是后续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再多了解美光的呃 呃这间公司的一些文化啊 制度啊 或者是想再多了解职缺的部分的话 都欢迎来我们的美光摊位来跟我们聊一聊 那首先的话呢 我想要先考一个问题 就是考考大家 想说问问看在场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各位 呃各位就是伙伴们 就是有谁知道呃 美光是在做什么样子的产品 好 那我们请大家用emoji来回答好了 如果你知道美光在做什么产品的话 请给我一个爱心好不好 按二的话就会出现爱心 哦 我觉得大约是五五坡的状态哦 好 谢谢好 对我看到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伙伴们已经知道 那美光呢 我们的产品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记忆体 包含像是DRAM跟呃那个flashnet的部分 那呃其实你可能会觉得 哎其实好像没有跟美光那么的熟悉 但是其实呢美光它就是生呃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举例来说如果呃有些同学可能有在玩什么PS5啊或者是各位手上有拿的是iPhone 其实这些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美光的身影 那以及像是现在不是电动车就是越来越发达吗 其实像电动车也会使用到记忆体 那里面可能也会有美光的产品在里面哦 所以其实我们美光的使命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创造出就是去呃就是把这些资讯呢去把它转换 然后来丰富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子 好那我想先用几个呢数字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光 那我们的话呢我们是一家美商的公司 我们的总部在美国的呃Boise 他是在爱达河州那其实他成立了到目前为止 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心算一下 其实已经四十几年了哦 所以其实非常的历史悠久 但其实呢就是可能也会想说 哎历史悠久是不是可能在呃技术上面就没有那么创新啊 或者在发展上面没有那么的新颖 但是其实并不然 我们透过这四十几年来的累积 我们其实不断的一直在创新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累积达到就是大概有五万分 五万格的专利 所以我们还有持续持续的在做一些新的技术的投资 那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分布在十七个国家 有大概四万五千名的员工 好就在我们的就是左下方四万五千名 那在台湾这边的话 我们的据点有分布在呃主要的厂区是在台中跟桃园 就是靠近那个新北领口这个地方 那我们另外在台北跟新竹也是有办公室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分布在这几个据点 那呃以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大概已经在台湾差不多有一万名的员工 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美光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员工都在台湾 也可见就是台湾在整个美光的全球布局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呃因为我们是做记忆体的嘛 那记忆体呢 它其实整个产业上面来说也算是半导体的一个 其中一块 那我可以我想用就是上面的这个圆圈圈的这个图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记忆体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之前可能有一些就是同学有来问 问到我们说会不会有一天 连记忆体它就会慢慢的没落变成细阳产业 那我们从这上面的圆圈圈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整个圆圈圈它是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市场 那其中呢光记忆体它就占了三分之一 而且呢也还是以每年在持续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如果说未来大家有想要 不管是就业也好或者是转职也好 其实半导体产业都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就是发展的一条路 好那也说到刚刚有提到记忆体 它一直在随着每年就还是有在持续的成长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有做过一些统计哦 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就身对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产品 DRAM还有NAM 其实它每年的这个成长的速度 是相较于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成长来说的话 还要再更快的 那对那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呢 在做一些投资 比方说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有成立了美光的一个A3 在台中我们有个新厂叫做A3 那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有导引进 我们现在比较实际上很夯的一个名词 就是这个EUV的机台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有在做一些新的技术的投资 好那如果说到如果你对于美光有兴趣的话 你会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加入呢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有正职的职缺 那如果你还在学 我们也有暑期实习的计划 那暑期实习就会是针对在明年的暑假 七八两个月 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 好那正职的部分 如果你是今年即将毕业 或者是明年应届毕业的同学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有在工作 也都非常欢迎哦 那我今天呢 因为美光的职缺有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也特别帮大家highlight出来 可能跟各位比较熟悉的 就是像我们的资料科学家资料工程师 那我们也有像是机器学习工程师 等等的这些职务 那待会的话我想要留一点时间 给我们的主管Ernest 那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智慧制造团队在做什么 以及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才 那Ernest时间交给你 好 那个我想要先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直播的环节 也会就是后面还有还有一点点就是安排 所以就是希望Ernest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看看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想要互动的部分 嗯没有问题 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有有听得到 OK那我想可能相关的一些直缺 还有介绍 刚刚Maria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我想我在这边先稍微停一下 那也让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主持人 或者是线上的同伙伴们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先问我 没关系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更多了解的啊 或者是 其实我不太晓得说 在美光的部分 如果我从事一个资料科学家 或者是一个资料工程师 那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那我处理的资料是什么样的原项 用到的是哪些的技术 那这些都可以 就是我们都可以在线上 做一个互动跟交流 如果目前没有的话 大家也欢迎之后 就是绕境跟直播结束之后 回来找Ernest聊聊 或者是来讨论 好 没有问题 就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我们的汤位这边 大家可以做一些互动跟交流哦 对 没错 可以帮我们点下问卷 然后我们就会有抽奖哦 好 谢谢美光的分享 谢谢美光 谢谢 好 那我们再来就移动到下一个摊位咯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摊位 这是Ruven Learner 他是我们的赞助商的摊位 那Ruven 他因为是 呃 现在人在那个Israel 所以他有时差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摊位上面 那 但是呢 呃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他也是我们Pycast的一个受访者之一 所以 就是欢迎大家对 Ruven Learner 就是 有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听我们跟他的专访 在Pycast上面 那 他是一个专门教Python的一个 一个trainer 那他呃 他所教导的这个程度呢 你可以是beginner 也可以是到已经advanced level的 都可以透过他 然后更了解这个Python的语言 那他也有讲到说 他其实觉得就是无论如何 呃 的更多资讯 那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个摊位咯 如果你是个Python Learner 欢迎 寻找Ruven Learner 哦 对 没错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就前往下一个摊位 好 好 好 再来我们来到的是 Apyr Apyr 我已经走不进去了 Apyr 感觉已经被人山人海包围了 嗨 嗨 嗨 是Apyr的 Apyr是不是在办活动啊 呃 对 你们可以留下来 我们在演讲哦 所以就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好 对 然后 呃 或是说critical path 就是 不过这个蛮 呃 算会取决于你的商业模式 对 像我们发广告啊 可能就是发送广告那一段 特别重要 好的 因为Apyr的摊位正在进行演讲 我们不要多做打扰 待会可以再 就是大家可以欢迎回到Apyr的摊位 或是你已经想要听演讲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进他们的演讲里面 没错 那我们要进入到就是 迪卡尔 嗨 迪卡尔的伙伴有在现场吗 哈喽 嗨 嗨 嗨 苏西 你好 迪卡尔已经在分享一个画面了 跟我旁边的人非常的像 为什么有一个这么眼熟的画面 哈哈 那我们就以这个影片来开头 跟大家介绍一下迪卡吧 好的 真是害羞 你很像现场被考型的感觉 对 不能及时 有deja vu 诶 等一下哦 我想想看 为什么 诶 你们是不是两个 就是影片跟本人 不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出现 诶 原来有这个时空悖论 时空的那个 对 我们现在被限制 那我现在 你要先躲到桌子底下 不能面光死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已经很了解了 就是待会一定要回到迪卡尔的摊位 然后亲自点选这个影片 没错 观赏一下30秒的这个 浩浩宇宙 没错 没错 那没关系 我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画面好了 对 好 那就是首先先欢迎各位来到迪卡的摊位 耶 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好 那今天的话 我是迪卡的HR 我叫苏西 那今天的话 就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迪卡 那我们目前 从我们的过去 然后还有在 现在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因为Python在公司里面 其实主要我们会运用在 Machine Learning的团队 所以就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我们Machine Learning团队 目前的一个 简单的架构跟建制 那当然就是今天也有我们很多的 就是Machine Learning团队的伙伴在场 就是他可能可以看到狼人Timothy 然后狼人Zack 所以等一下有任何好奇的事情 也可以直接问他们 这样子 好 首先呢 就是是 迪卡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 那当时就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服务 其实是午夜抽卡 那就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 你会收到一张交友的邀请 然后如果你按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认识 我们一开始出现这个服务 是因为我们想说 就是希望可以拓展自己不同的交友权 因为当时是 可能2009年2010年左右 Facebook在台湾开始比较盛行 然后我们就在思考 但Facebook就是 你可以连接到都是 是你比较熟悉的人 或是你朋友的朋友 那如果是用午夜抽卡的话 你就 我要怎么去认识一些 不是这种朋友的朋友 去打破自己原本的交友权 所以我们才开始了午夜抽卡 这样子的服务 那也因为午夜抽卡 逐渐的就变成 大家在 可能讨论蛮多类型的议题 例如说大家可能是同一个学校的人 那就会讨论说哪里很好吃 哪个教授的课很难上 所以它逐渐就变成 当时逐渐变成了 是一个校园聊天室的概念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除了学生族 就有不同的学校 或是不只是学生族群 都会想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匿名的社群 大家可以去交流 自己的想法或意见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就是匿名社群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你会看到 滴卡的匿名社群 会有三个蛮大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多元的内容 所以无论是从学校到职场 就是你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议题 我们都会有就是相对应的看板 现在大家也可以直接投票 去产生看板 那我们希望是可以陪 我们的使用者去走过 每个生命不同的阶段 然后你在上面 可以很安心的分享 因为除了学校消息以外 你可以完全匿名 或者是甚至是在 有一些某些特定的看板上 你是可以完全匿名的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出现了 你可以增设一个自己的卡称 然后用这个卡称来 去让大家认识你 那也因为上面这两点 我们发现在一些特定的议题的领域上面 议题上面 我们已经是全台湾最大的社群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有得到一个蛮不错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的成绩 就是滴卡目前每个月 会有1800万的不重复访客 在台湾每个月都会有数十亿的关注 在滴卡上面去做发生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成绩 我们就再去回头去思考 大家这么喜欢滴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家愿意使用滴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在滴卡上去寻找的都是一份共鸣感 所以当我希望我是独特的 但我又希望自己不是孤单的 滴卡刚好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场域 让你可以去诉说自己的故事 诉说自己的想法 那其他的人也不会流于就是言语的 而是更多是意见上面的交流 所以我们就从共鸣的这件事情去做出发 去思考除了就是匿名社群还有五页球卡外 我们还可以从共鸣感出发做什么样类型的服务 或是什么样类型的商业模式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的就会是像我们差不多三四年前开始去尝试的 毫无研究室 它就会是用购物 它会比较属于社交型的电商 所以它就会是用购物的方式去产生共鸣 去吸引大家在购物之前去讨论这个商品 或是在购物之后去分享心得 进而吸引更多人进来下一个购物的循环理念 那我们也有就是Dcard Video的团队 大家可能在YouTube的channel上面会有看到 那无论它是用比如说低卡调查局势去做接绑 低卡巡奇 你就会是跟观众分享站上有趣的文章 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 或是对于特定主题去延伸的一个议题 就是加班不孤单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 它都会是点出来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议题正在发生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议题没有所谓的对错 但它更多的是是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去做讨论这样子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有延伸出来的一个是IP的角色 叫做Dicto Friends 那Dicto Friends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各自的故事 还有个性 然后我们在前一阵子也在华山有快闪电 那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跟个性推出来了以后 我们的使用者会觉得 这个角色跟我很像 或是跟我的朋友很像 借此会更有共鸣感 那再把这个产品去购买回去 去拥有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也会更有一种陪伴的感觉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纵观上述所提到的 其实Dicto目前的服务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的就会是像是在台湾 我们有抽卡 社群电商影音的部分 然后在我们也很积极的 正在拓展海外的市场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推出了Dicto HK 然后在2021年的3月的时候 我们就正式在日本 就是日本Dicto叫做Dicto 然后正式上线了 现在我们也还在持续的拓展不同的国家 希望可以把Dicto 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网络公司 对 好 感谢 那我们因为今天这个直播的时间 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 就是让 就是跟着我们的伙伴 继续在Dicto的摊位留下来多聊聊 但我要先 就是把我们的直播做一个结尾 好 非常感谢苏西这里的分享 那也谢谢今天所有来跟 跟着我们到摊位上逛一逛的 不管是会众或是志工伙伴 都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们其实待会还会继续的 去SpaceB做活动 所以就是请你继续留着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就是前进 好 那我们直播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直播 谢谢 拜拜